我们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个normal probability plot 这边呢 这十个点啊 怎么会环绕在四处度角这边呢 standardized residual的值啊如果出现在这边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Z值会出现在这边 你如果有一个值在这边的话 你就应该跟它一样大小的Z值 出现在这边 你这边有十个点 它就帮你找十个Z值 让你有机会可以跟它产生一一相呼应 一一相对应的这样的十个状况出来 这四个状况每一个状况事实上都是什么 Z坐标 E坐标 水平坐标 垂直坐标 组合成一个点 假设一个点坐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 代表它落在四十五度角 右手边 代表这个点 假设这个点是第十个点的话 这个点的Z值啊 是超过水平坐标是超过你的Y坐标的值的 在这种状况 你十个点 你十个点如果正好中中在这个线上的话 代表你每一个Z值跟每一个这个残余项的标准化以后的值 都是相等的 至少产生十种对应状态 至少产生十种对应状态 那么你看这个 在我们这个图形里头 它是这样的 它是 它是这样的 它像这样的 有一个像这样的 微微的一个转折 不是那么样的 纯然的 都是直线的四十五度角 可是这样也相当靠近 相当接近的 最小的值 最小的值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 650页最底下 14是10的那个图 那个表 Normal scores 是Z值哦 最小的是-1.55 然后第二小的是-1 第三小的是-0.65 第四小的是-0.37 等等 一直到来 最大的是1.55 那么 它之所以取十个点 是因为 为了要对应 你现在的 standardized residual 你只有十个点 所以我就找十个点跟你相对应 你有多少个点 我就找同样的点数 去跟你相复应 去测验你 看看是不是跟我的Z的分布 是相对的 结果你看 它这边十个点 我就找十个点 你看看它 standardized residual 最小的点 是-1.711 第二小是-1.079 那一直到呢 最大的值是1.4 既然你有十个点 我就找十个点 然后这十个点呢 最小的比最小的 第一小 对第一小 第二小对第二小 第三小对第三小 你懂的意思吗 然后呢 就产生出十种对应的状况 每一种对应的点呢 好比说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的水平坐标是多少 第一个点会在这边 对不对 第一个点水平坐标是多少 -1.5 所以第一个点是在 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00在哪里 整个这个题目 0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0 这边是0 所以是负的 在这边 第二小对第二小 就得到那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发觉这十个点呢 跟45度角的线相差不远 所以基本上都是什么 呈现一对一的状态之下 因此呢 我们就相当有把握 把握什么是 把握你这个 标准化以后的 残余相的值 基本上的分布啊 跟你的标准常态分布的值 是一步一驱 一步一驱 所以说我前进 你的前进 我前进多少 你跟我前进多少 我后退多少 你跟我后退多少 所以代表什么 如影随形啊 既然进入到如影随形的时候 那是代表什么 你是什么形状 我就什么形状 你是常态分布 我就常态分布 你是标准常态分布 我也是标准常态分布 至少我跟你差不远 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normal probability plus 提供我们一个 不是非常严谨的 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可是至少它提供 有理论基础的一种比较方式 让你能够放心 说到你看 在形状上头来讲 他们已经如影随形了 看到没有 在形状上头来讲 在分布的形状上头来讲 他们是一步一去的 谁跟谁一步一去啊 残云象 标准化以后的残云象 跟标准常态分布的指 这两组东西一步一去 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把握了 什么是 残云象标准化以后的残云象 跟标准常态分布的分布的形状 几乎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点不是这样子呢 你的点如果是 假设你的点是这样子 这样好吗 如果点是这样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Z的值啊 普遍比Y的值还在那大 Z的值 普遍比残云象的值还在那大 所以就不好了 你就不能有 有那个正当性说呢 你的这个 残云象的 这个标准化以后的残云象的值啊 具备了标准常态分布的形状 这个就比较勉强 就说不太过去 所以你要 你希望它能够沿着四处度角上头 去呈现出它能对异状况 你才有把握 那刚同学我来问说 你这个标准常态分布的十个点 是怎么取的 同学你看一下 14-9那个表啊 所谓的order statistics 次序统计量 次序统计量呢 就是我把一个 我把一个分布 我在这个分布上去取 若干点出来 然后依序去把它排列出来 我每一次呢 都做同样的事 同学你看我的Z在这个地方 Z的其方只是0 标准常态是1 我每一次 从标准常态分布上取十个点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 都是电脑随机取样哦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我repeat 我replicate 这样的一个行 这样的行为 我进行若干次 然后我统计 最小的 最小的 也就是第一小的 最小的那个值 有些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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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诺干次以后 把它平均 取它的平均值 我跟你讲 那个平均值是多少 -1.5 我每一次把第二小的 把它找出来 所有第二小去取平均值 我跟你讲 第二小的平均值是多少 -1.0 我进行若干次以后 我可以告诉你 我重复若干次以后 平均第十小 第十小的话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十个点当中 最大的那个点 那个点 是多少 平均来讲的 是多少 1.5 它正好啊 是相对应的 正负正负相对应 因为你取十个点嘛 平均来讲的话 它会形成这样 对应状况 所以呢 这个是 这个是电脑上头 它回答你了 就是你找一个软体 或是你写个程式 从这个软体上头 或是从这个 标准常态分布 去取十个点 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出来 所以这十个点 事实上就是代表啊 标准常态分布的十个点 它是代表座 十个常态分布 标准常态分布的一个 十个代表座 既然你是代表座 我就拿你来跟 来当这个检验标准 来检验说 我现在有一组 标准化以后的 参与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 跟你一样 具备同等的 标准常态分布的分布 两句比喻看 比出来一对一都是四十五度角 离它不远的地方 我就很有把握 形状上都一步一去 就有把握 十四十九呢 这个残余项分析啊 首先呢 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概念 有没有办法找出outlier出来 我们有这些点 通过这一点 找一条回归固测线 现在有一个点在这边 这个点啊 在哪些东西跟大家不一样 你知道吗 大家的X坐标啊 大概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X坐标上都没问题 它是所以会跟大家不一样 离大家很远 是哪一个量上面跟大家不一样 Y坐标 明显的跟大家不一样 Y坐标是成果来的 Y坐标是结果啊 Y坐标是不是你想要解释的东西啊 就是你的质变数 你等号左手边就是Y坐标啊 不是吗 等号右手边就是X坐标啊 对不对 Y坐标是结果 Y坐标是你想要解释的对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为什么考试考这样的分数出来呢 懂意思吗 你得到的分数是你的结果 是你的Y 你要去解释 我为什么要考这样的分数 不管你满意或不满意 是吧 所以Y是被解释的 好 你的Y为什么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啊 同样的X 你的X在这边 跟大家X里面差多少 在同样的Range里头 为什么你得到结果 跟大家明显的差距 所以Outlier啊 指的都是在Y坐标上 跟大家明显不同 OK 我再讲一次 回归里头所谓的Outlier 都是指的是Y坐标上头 跟其他点有显著差异 不管是显著的比它小 或显著比它来大 你看这个就是显著比人家来大 是吧 显著比人家来小 都构成了Outlier Outlier MiniTab也可以帮你跑 帮你确认 同学你看 我们在654页这边 左边14-11那个Table里头 它给了我们几个点 12345678910 10个点 10个点它把它标出来 标成为14-7 在这个figure里头 在这个图里头 你看到没 这10个点呢 显然呢 拍成一个互相关的一个 一个pattern出来 一种形态出来 其中有一个点呢 明显的在Y坐标上 都跟它不一样 就是哪一个点呢 1 2 3 4 第4个点 我是怎么看第4个点 因为你看一下 第4个点的Y坐标 是明显跟大家不一样 那你把他标出来 你把他标出来 你把他标出来 确实你看他 他傲然独立在 最上面那个地方 那Mini Time呢 你把这10个点 你把他标出来 你把他标出来 明显帮你跑 就跑出的 14-18的那个 报表出来 这个报表啊 你看他告诉你 回归固测线 协率是负的 负7.33 你可以做T减定 F减定都可以 R2也告诉你了 R2很差 只有49.7 那这个不管 ANOVA也告诉你了 最底下有一个 Unusual observation 不寻常的点 不寻常的点 不寻常的点是哪一个点呢 是第四个 Observation 4 这个点的坐标是3 75 显然跟大家不一样 它的标准化以后才影像 高达2.67 超过2 超过2 超过2的话呢 你看我们说啊 你的常态丰布 同学记得我们常态丰布 2倍的标准差之内 应该是百分之多少 2倍标准差 大家看看2倍标准差 范围这里 应该占95点多 1倍标准差是多少 1倍标准差是多少 1倍是多少 68 3倍呢 3个标准差范围在多少 99.7 对不对 这基本概念大家应该懂的啊 那你想想看 我如果在标准常态 覆布里头 2倍标准差就是正负2之内 3倍标准差就是正负3之间 所以你看如果你通通保证 大家都在百分之 大家都在正负2之内的话 意思是说你是95%的把握 正负2之内不是95%吗 是吧 95%为标准 为信赖程度的话 点通通落在正负2之内 可是有没有可能会落在正负2以外呢 有 多大的可能性会落在正负2以外 5% 0.05的可能性 多大的可能性会落在正负3以外 1%都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的信赖程度看你定 你定95%我都看正负2 你定99%的话我就看多少 我看正负3 总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个正负3或正负2的话 那难免会有一些点啊 不会落在这个正负3或正负2之内 可能有一些点会落在 这些范围以外 那这种点 当然可以把它看成为什么点 Outlier 就Outlier 那你想想看 显然你看 以95%的信赖程度为准的话呢 你应该是正负2之内才对 结果现在有一个跑出多少出来啦 第四个观察点跑出多少 2.67 是不是超过正负2啦 2.67就不在那个范围之内 所以以95%信赖程度为借的话呢 2.67显然是一个Outlier 所以它把它右手边写一个大R 大概2.67写一个大R 那当然现在我们谈的是Minitab Minitab 别的软体 别的软体它有不同的表示方法 它有不同的标准 你知道事实上每一个软体啊 都是它公司啊 去找一群统计学家 跟电脑专家 去把它给发展出来的一套软体 它是要赚钱的 那它就锁定某一些特定的顾客 比如说我的顾客群是哪一些人 我都发展出适合这些人使用的一些标准 那Minitab这家公司它是锁定谁啊 锁定比较初阶的学统计学的人 所发展出来的一套软体 所以它就比较属于一般的 就是说你在商业界够用了 可以了 或是你刚学统计学 那其实你统计学了蛮久的人 其实Minitab也很好用啊 就是你的标准如果不是很高 不是那么精细 那Minitab够用 那就Minitab它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把它定说 我是95%以正负二为标准的话 现在2.67超过2以上的话 显然已经是好来 所以你看它的大代表 你看最底下一行 Denotes an observation with a large standardized residual 它是一个代表它有一个比较大的 standardized residual出来 所以它是被归为outlier 那现在呢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第四个点之所以会形成outlier 事实上经过检验以后发觉呢 那75%啊 纯粹是一个笔物 不应该是75% 它把它写错了 登录的时候呢数据写错了 所以呢它把它 把75%这个点啊把它移掉 把它移掉以后呢 重新再跑一次 就得到14%至9%最底下那个图 那个报表 所以这个报表里头已经没有outlier出来 表示你已经把outlier把它移掉了 看到没 那欸 同学你不能说以后看到任何outlier都把它移掉 就没有outlier 不能这样做 你要真的去检验说到底这个outlier是计算错误 是笔物 登记错误 还是真的就有这种outlier 有没有一个团队里头有没有outlier 有没有一个比较独立特性 特立独行的人 一定有啊 这种人跟大家不同调 跟大家不走同样的方向 不跟大家做同样的事 有这样的人啊 任何群体都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叫什么 outlier 对吧 你不能说每次看到outlier就把它拿掉 我就代表天下太平 一切平安无事 不是这样的 统计学要讨论outlier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有它的独特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你看 如果没有outlier的时候 我全部的红色的点在这边 我的回归线是这样的线 假设现在有一个点outlier出来了 请问一下你回归线要怎么化 多了这个点状 你回归线 你回归线可能要这样 这个点啊 变成是 只手可以翻天的点 它一个人就可以把你整个回归线翻转 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是用红色的这条的话呢 你看你这边有一个大E 这个大E太大了 没有办法使得你整个E square的sum 最小化 所以你一定要调整你的回归线 你要调整回归固线 调整这个蓝色的话 你看它变得比较小了 可是其他这个点的 为了迁就它也变得比较大了 一个点它就把你整个江山把它给翻转过来 有这种点啊 篮球场上头或是在整个团队里头 有一个人出现的时候整个团队表现很好 有一个人不在病号请教整个团队表现很差 有没有这种人 因为它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信心 会凝聚 那这种点呢 在的时候是一副样子 这个点不在的时候是另外一副样子 这种点是什么 奥莱尔 有没有这种 有啊 所以统计学上的时候是有必要去侦测出哪一个点是奥莱尔 那这个点一查出来是奥莱尔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特别在意处理 那跑回归当然不能特别处理了 跑回归就是一视同仁 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回归辅测线 做其他统计学分析的时候就要做一些调整 可是你都在决策的时候 做政策的时候 比如说做策略管理的时候 做组织管理的时候 这个奥莱尔就必须要把它 做一个全盘的考量 看怎么样是对组织的发展或策略的比较好 这是奥莱尔的作用 那另外一种 Unusual observation呢 它的名字叫Influential observation Influential observation呢 就像这个点 有影响力的点 现在有一个点在这边 这个点跟红色这些点 显然有所不同 是在哪一个面向上 哪一个量上面跟大家明显不同 X座标上导是跟大家有所不同 它不是Y座标跟大家有所不同啊 当然这个地方你看Y座标 它有一个点在这边跟它差不多啊 所以Y座标上导倒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所以主要是什么 X座标跟大家有所不同 人家的X座标都在这里 就是你有一个点在这边 就是你有一个点在这边 跑那么远 这种点呢叫做有影响力的点 有影响力的点 就是Influential observation 那这个点会影响大家什么呢 这个点不是结果上 和大家有所不同啊 而是它被选为观察点的时候 它就刻意被人家选为 特殊的观察点 大家都是在早上9点到12点 早上当中去被观察 就有一个点呢 特别摆在半夜3点钟的时候来观察它 所以你看看它的观察的时间点 是不是明显跟大家有所不同 这凌晨3点钟 这个是人家早上9点到12点 就是它3点钟跟它不一样 是结果跟它不一样吗 是谁跟它不一样呢 是谁跟它不一样呢 同样的人没有错 决策者 决策者为什么那么无聊 要观察3点钟 你如果在养鱼 大部分你都是醒了白天 都是去观察鱼长得怎么样 在活动 有时候你观察一下夜间 它在干什么 是不是也是一个对鱼的一个研究的 很好的一个观察时间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白天在观察 因为有偶尔晚上也观察一下 看它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反正X桌标是你决定的 X桌标是我们control的 X桌标不当做 不当做随机变数 上回是不是讲过 在回归里头X桌标不当做随机变数 因为那是你可以控制的嘛 你决定3点钟进来 所以你观察点就在3点钟 你X就等于3啊 对不对 所以水平坐标上头 你可以决定 你决定在何时来观察 何时进场 所以这个东西啊 虽然它是有影响力的 可是呢 它这个影响力啊 是你决定的 但是呢 什么样的点呢 叫做有影响力呢 有影响力的标准是什么呢 统计学家制定出14-33 这个式子来代表呢 影响力的标准 它的英文名字叫leverage leverage observation 观察点的那个杠杆 观察点的那个杠杆效应 现在你找了十个点 找了七个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找了七个点 在14-12那个表 左上角 657页 左上角 那个table里头 那么这七个点呢 每一个点都可以算出 14-33的那个hi出来 也就是那个leverage leverage是什么 你们学财务的人leverage是什么 所以 这个14-33啊 就是一个leverage leverage就是财务杠杠的概念 财务杠杠就是跟人家借钱 你可以借到多少钱 你借的钱你总要还的 可是你借的钱呢 你可以把它当杠杠来去做使用 可以去投资 可以去买什么东西 可以去在市场上翻云覆云 让你去使用 它就是一种杠杠效应 你可以用很少的钱 可以去借很多的钱 你觉得杠杠就很大 当然你要有这个条件 才可能有那么大的杠杠 那这个杠杠的概念呢 在这个地方呢 做这样的界定 14-33 hi可以算哦 就要以左上角的 七个点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对第七个点 同学第七个点的计算 你看它在这边帮你计算出来 七分之一加上右手边 得到0.94 看到啊 然后下一行 它就做这样的说明 大家看一下下一行 它说 for the case of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所以简单回归来讲 mini-type identify observation mini-type把什么点当做 high influential observation 当做influential observation呢 它说 if你的leverage是大于 n分之六 或者是 大于0.99 whichever is smaller 哪一个点是比较小的 哪一个点是比较小的 那个点算数 所以你如果算算的值啊 n分之六的值啊 大于0.99 那么也有这种可能 你说n的值如果 就是你hi大于0. 大于n分之六 或者是大于0.99 看这两个值 n分之六 或0.99 哪一个比较小 我们就称那个点 叫做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n分之六 你看看 现在的n是多少 7 7分之六 7分之六是多少 0.86 0.86跟0.99比起来 哪一个比较小啊 0.86小啊 所以呢 你的hi 你的hi 算算是多少 有没有比0.86还小 还大 有没有 有 你算算是0.94 0.94 比0.86大 显然比它大了 所以说你可以称h7 第七个点 它是inferential observation 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用这样来检验 检验它是不是 它的有没有是有影响力的点 所以有没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没影响力 所以就看你的hi 有没有比n分之六还大 或者是比0.99还大 只要比两个当中的比较小的那个值还大就可以了 那么你来看看第七个点呢 那个点是0.94 所以它比0.86还大 所以它inferential observation 那inferential observation 你看658页这个报表 14至22这个地方 它的最底下的 第七个观察点 是x等于70 y等于100 结果我们算出 它的standardized residual是1.91 1.91怎么可以当做是inferential observation呢 显然这时候不看standardized residual的大小 而是看leverage Leverage有没有比n分之六或者是0.99还大 是走这个观察的路线来决定它是不是具备inferential observation 所以显然这点是具备的inferential observation 以上呢 就是有两种 在回归里头 有两种点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个是outline 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优优独播剧場